這個名前面出現好多次 但它前面的名就寫得很方 這裡因為殘掉反而看起來就圓了 沒關係它圓了就寫圓 把筆法寫圓近 可是它架構還是很整齊的 它從多巴塔開始架構一直保持得非常嚴整的樣子 不會因為它現在筆變圓了然後就給它亂寫 那不太可能 左連又不連 人 前面才剛寫過 再細到粗 上面短的比較重 上面長的比較細細 好 順 圓近直挺 逆上去壓下來 逆上去壓下來 圓近的 細的 略到一點弧度 好 注意直畫均間 橫畫細的 這邊要照圓近 左連又不連 左連又不連 橫畫細的 撇長 DNA 點要飽滿 好 逆一下產生圓近姿勢 逆一下產生圓近 逆一下產生圓近 橫畫 拉出 短橫 稍微長一點 好 觸到細 記得要飽滿 嚴正青的 轉作之一就是那種直畫 骨 三隻蟲要寫的扁一點 好 逆上去 這裡 細得很快就不用那麼累了 不用逆上去 稍微逆一下 然後產生一種囚禁之勢 筆觸 很多人寫字不囚禁 是因為 一直寫的順順的 順順的 筆都沒有扭轉過 所以看起來就沒有味道 就好像筆都是滑在上面 軟趴趴的 毛筆如果不能表現彈心 基本上不叫毛筆 用蠻力去寫 那也不叫毛筆 就是刷子 所以如果體悦的毛筆在上面 寫的那個 微微的進道 才是王道 督 這有翹上去的短橫 逆一下 聽著 撇 撇都有說很直 外形上寫的像饅頭 可是那撇 經常遇到很直的撇 直到你會覺得它根本就是直線 沒有任何的弧度 凹一下 再勾起來 那形成一個飽滿的圓禁之勢 出道系 飽滿的結束 表情 有很多 有很多 在這裏 有很多 有很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